哈喽,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MyEG 这次是我双键论股 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一位会人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请我会杯咖啡就可以了 想不到今天它大跌超过5% 之前没有想到的价位 既然出现了 也就是跌破这个52周的新低 跌破了啊 跌破了之后 这些顶上的超楼盘 全部都是它的这些超楼盘 你可以看到它是蛮多的哈 之前这个盘整也就没有了 之前在这个盘整区买入的朋友呢 现在也是在亏钱 肯定是有很多人考虑要把它卖出去的 呀 再加上买一句呢 跟这个啊,呃,我们的前手像Najib 又有一些 呃,关系 跟那个水 跟那个 以前那个五桶的主席 呀,也是有点关系 所以呢 然后这个Najib跟这个五桶主席呢 又有一些官司 产生呢 向它下跌 可能就是市场给的这个反应吧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 小心一点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去追了啦 不可以去追高 因为它的这些关键的Najib呢 都是要进天堂了 啊 Najib已经进去了咯 另外一位呢 很大机会也是会进去的 呀 所以他们有关联的股呢 都是 都不是这么好 啊,这样子讲吧 好不好 但是这个是不是个机会呢 啊,这个我觉得 买一句的股呢 还是不错的啊 基本上是不错的 这样 如果还有机会 出现第二只脚 你看看啊 是第二只脚啊 我觉得这个可以开始步驻吧 可以可以买少少吧 但是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买的 看到 52周星低 泰德套牢盘 又有这个 呃 政治的因素 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可以去接的啊 就看看就好 你看看下它会跌到 看下它会跌到哪里吧 跌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等到它出现这个 第二只脚的时候 还要漏的时候 再考虑 等它出现 还要漏 再考虑 OK 等一下 希望不要提借它 嗯 OK 这个就是我对 买一句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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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